这个中国的历史 从首都来说 到前半期 唐朝之前主要是 基本上选择的都是长安 就是现在西安 宇辉的出生地 后来到了从宋朝的辽开始 辽京 主要是京 再到元 后来就一直选择北京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选择北京作为首都 这件事情 对于中国的统一 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于老师一件问题太好了 我最近要出一本书 叫《严延重年文集》 二十六卷 一千多完字 其中有一篇文章 专写这个 就是我们中国都城 从其实黄泉旗 皇朝时代 它这个东西摆动 西安洛阳 开封 东西摆动 那么宋朝 元明清 它是南北摆动 金呢 在现在哈尔滨的阿城 元呢 现在元上都 元中后的到了 元大都北京 那么明呢 开始在南京 后来到北京 还是南北 清呢 在沈阳 沈阳又搬到北京 还是南北 所以 宋以后的都城 是南北摆动 那么您提到问题 特别好 那么他为什么 开始在西安 还在洛阳过一段 为什么就选在北京 朱元章啊 为了订都的事 费了心思了 他想在西安 又想在开封 还想在南京 还想在凤阳 还想在北京 五个地方啊 打水 这个水桶是七上八下 拿不定如意 最后呢 他还是订在南京 那么您刚才 已经提过一问题 就朱乐 朱棣啊 为什么不在南京 潜到北京呢 是一个道理 嗯 他从这个 五代十国以后 特别是唐朝 安氏之乱之后 中国的主要问题 在北方 主要是民族 是民族问题 在北方 那么这北方呢 两块 一个草原文化 来蒙古地区 一个是森林文化 来就满洲地区 嗯 就这两块 整个是北方 宇瞻人 嗯 那么当时啊 永乐迁到北京 也有争议 嗯 说应该还在南京 那么黄中熙有意见 黄中熙事后说 说如果永乐皇帝 你不迁都北京 那么你明朝亡不了 嗯 黄中熙这个意见啊 我是不完全 嗯 赞同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永乐不皇帝 不前北京 他前辈叫天子守国门 对 那你天子在南京 嗯 那防卫力量重点 在南京了 不在北京了 对 那么瓦剌那次 就是于谦那次 对 哎 就是俘虏 明英都那次 嗯 那就过了黄河了 对 闹不好 就是半壁上河 就北方 归盟国 后来归女真 满洲 那就中国就变成一个 就南北了 嗯 那么永乐前渡北京 就挡住了蒙古和女君的势力 一直到崇祯的时候 才亡 亡了以后 清朝进来以后 就国家还是个统一的 不是个分裂的 嗯 所以我说永乐前渡北京啊 是一个千年打击 意义为大 所以我后来我们的 这个解放以后的领导 定渡北京 也是这个考虑应该 这是个也是个英明决策 英明决策 对对 就为什么定度南京的那个朝代 都都很短命 哦 他南京这个城市啊 嗯 他选择首都啊 第一条 就是这个军事在古代 军事左右 你南京啊 他不利防守 你看见是有个长江 那么你南方起义呢 你就打到南京 你没有防守地方 明白 所以南京啊 六大国度 南京啊 严格说 没有做过全国首都 嗯 就是朱元璋 三十一年 嗯 加他那孙子四年 嗯 三十五年 是统一的 剩下都不是统一 那蒋介石 当时选南京 是不是一个短见的表现 嗯 蒋介石他就考虑到这个 这个江浙的财阀的利益 对啊 蒋介石他缺乏一个 一个大的布局 大的格局 不是一个大的政治格局 不是一个大的 蒋介石就是 这个人就是格局小 政治格局 军事格局 文化格局都小 哦 真的 所以他最后那个结果 是必然的 嗯 我还是特别对故宫好奇 您刚讲这个中则正 正则何 何则案 嗯 就是又简单又准确 还直击要害 您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些 关于故宫您自己的这种 有意思的看法和理解吗 嗯 他呀 永乐时候 建这个皇宫的时候 他这个正殿呢 叫奉天殿 嗯 那么成天门 嗯 所以这个明初 永乐呀 朱元璋比较强调天意 明白 哦 那到了这个 这个嘉靖的时候呢 永文这个 这个着火了 出去修 修完呢 嘉靖的时候不行 哎 成天门 那个天子呢 是被成子给压着了 嗯 奉天殿呢 田呢 上去有个奉 也把它给压了 所以老着火 嗯 要改名字 那时候怎么改呢 又说横着吧 嗯 奉天殿 没有人压他了 他又不好 头一个字还是奉 头一个字不是电 先后顺序还压着了 嗯 那怎么办 他改 改吉 嗯 黄吉殿 就太和殿 黄吉殿 中吉殿 建吉殿 嗯 他这个改啊 从哲学来说 从政治来说 是一个历史的退步 嗯 吉呢 就是皇权达到极端 嗯 就是嘉靖啊 明朝中期啊 把皇权达到极端 嗯 达到极端 就物质必反 物质必反 嗯 那么清朝入了关之后呢 就改名字 不是个简单改名字 改成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改成和 首先民族 要和 人民要和 国家要和 跟周围国家 也要和 嗯 这是一个理念 做到不做到 另说 是吧 所以 他至少每天 在提醒自己 有天 到极 到黄权 再到民生 民族民生 嗯 所以历史啊 虽然发展缓慢 在皇朝市 但是还是不断地 前进的 嗯 不断地发展 嗯 对 那你 那你 你认为 就是草原民族 因为你研究草原民族 和森林 森林 森林帝国 和草原帝国 嗯 你认为就是 中国的这个地理上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 上面北方的草原 还有是东北的这个森林 它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形成 是一个怎样的印象 我想这样子 呃 我经过了这些年的研究啊 嗯 嗯 我认为中华文化 嗯 是由五种文化组成的 嗯 第一是中原的农耕文化 嗯 这个大家是共识了 第二个呢 西北的草原文化 嗯 这个近些年来也比较一致了 嗯 第三呢 就是东北的森林文化 嗯 这个原来很多的先生 就认为东北属于草原文化 跟蒙古是一样的 那么我跟我多年来考虑 我说东北是森林 森林文化是 严老师提出来的 原来没零体光 林海雪原呢 没有草芒 天草草野芒芒 风水草地下 没有啊 我们到那蒙古 你你到呼隆别人看 真是天草草野 我们风水草地下 你到东北啊 我去过那个小西安岭 嗯 大西安岭 小西安岭 长盆山 它这个汽车呀 是在树林里穿过 嗯 没有公路 就砍点树就这么过去的 嗯 那是森林毕天的 不见日月 嗯 我说这是森林呢 不是森林 然后就反复查 就是地球这个动土在一南 嗯 主要是森林 草不行 嗯 在森林带一南 主要是草原带 嗯 嗯 庄稼不行 草原带在一南 是龙庚带 嗯 大概这么分 嗯 整个地球一圈是这样 嗯 你看我们亚洲 北亚 东北亚 那边印第安 嗯 那边西边到西欧 到北欧 它整个是个森林带 嗯 到诺维也好 一直到这个 圣彼得堡 整个是森林带 过去呢 这是个问题 之前的整个世界地理 划分问题 所以我提出这个五种文化 还有个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过去呢 也是 重视不够 我觉得从新世皇 一直到宣统 都不重视海洋文化 嗯 也可以说中原农贡文化 是没有海洋文化的基因 嗯 哎 里面西安也是 也没有这个 对 西北内都 对 他这个蒙古呢 他就典型的 没海洋文化 所以他打日本 哎 他都不能选台风 去接啊 他去了 到这都要上岸了 就全局抚摸 对 包括隋阳帝 当时要打 那个 现在的朝鲜 嗯 当时要高勾力 那那个陈伊斯塔 是十万人呢 嗯 最后回的记载 是五个人活着回来 对 他还不服气 还要再打 嗯 那么为什么 修复台湾 用了十郎 康熙用了十郎 好多人反对啊 用他懂这个 海洋文化 对 知道这个 海风啊 气候啊 潮汐啊 懂这个 所以这就成了 嗯 你要用过 骑马的 什么什么 一个 拔起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英雄剧 肯定不行 嗯 所以这个海洋文化 我就觉得我们 中华民族 几千年以来 忽视海洋文化 嗯 你看海洋文化 没有建立过政权 草原文化有 蒙古 对 斯林华也有 那么高原文化也有 土博呀 土博对 什么南兆啊 都建立过政权 嗯 这个海洋文化没有 那么这么西方 海洋文化就打来了 船舰暴力 嗯 我们 我们中国一直没有海军 嗯 清朝没海军啊 我想 我想 我想说也老师 我们中国从 过去 一直几千年 没有中华海洋文化 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 在当时海上 它就没有 中国的对手 或者说它 海上没有人 打到中国来 所以它不需要中华 它的主要问题 就是 内部的 人民的起义反抗 嗯 所以在这发生 路上了 对 因为中国的 不稳定就是来自两个 一个内部起义 对 一个是草原和森林的 大丘风高原的那个 南下 民族 南下 对吧 就这两个 没有听说过海洋上 没有 过来人 对吧 所以它就 就不发展那个了 所以我们第一次 意识到海洋 重要性是 英国船舰力炮 来到中国 中国就没有 完全没有防备了 对 所以 所以咱们这个 过去朝代啊 有水师 那个水师不是海军 什么洞庭湖水师 博洋湖水师 对 它是 它是 核军湖 那这一直到 宣通二十多年了 宣通能够晚期了 才开始建立海军 衙门 而且 而且练是到 一号院的昆明湖 去练海军 是啊 那不是做游戏吗 是吗 汉武帝时期 也是在 西安那个湖里练 是 真是在昆明湖的 那个正常 因为那个时候 它打的是南方的 船 内部的这个 这个 这个民主 比如说它 它跑到 尔海 跑到 跑到 这个滇池 其实也是内湖 所以它在 狐狸链是正常的 但是 它在狐狸链 都被到海上去的 你怎么到 但现在 我们刚讲这个观点 其实非常有意思 就是 往往危险 和威胁来自哪 你在哪里 就会花更多的时间 也就更擅长 然后如果 那里一直太平 你就不花心思 也不管 所以你发现我们 这个非常擅长 陆地上的战争 但是海洋上的威胁 因为少 所以没有发展 没有注重 所以你看 从 隋梁那开始 它三征高构力 全失败了 然后好空国力 最后 李唐给反了 然后刚才 老师也提到 在元朝的时候 也是 十万兵出去 几个人回来 五个人回来 那您刚提到了 这个草原文明 我们知道 比如说农耕文明 它就是一种勤奋 一种坚韧 一种包容 然后一种 繁衍生息的 这种力量 然后比如说 草原上 它就是小勇善战 那您定义 比如说森林文明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 如果用几个词 就描述 我觉得 这个农耕文化特点 就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 很精细 也很深刻 草原文化特点 它是游动 游牧文化 游牧文化 它主要吃的是牛羊之肉 一牛羊之皮 这是它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那满洲呢 它没有牛羊 那东西太冷了 零下50度 像墨河 就养不了牛羊 它就是 狩猎 狩猎 打地上的鹿 袍子 野猪 以这个肉 皮等鹿皮 什么这个 和树 包括划树皮 做船 做房子 做划树皮 所以它是这个 游猎 这个狩猎生活 这是它的经济基础 那么这样一来 就决定了民族特性 民族的性格 那么汉族呢 就是礼 礼啊 周礼的礼 礼 仁义礼之信 仁义礼之信 那蒙古呢 它是像成吉思汉也好 胡比勒也好 它是永 它是高远 你去过那蒙古的 你看那天上 蓝蓝天上 白颜标 地上都马尔跑 它是这个星宿也扩大 眼光也扩大 所以成吉思汉一路打到 不是雅河呀 是不是 在古代这不可想象呢 对 那么满洲人的特点呢 第一个是勇敢 因为如果你打野兽啊 比你放牛羊啊 就需要勇敢和牺牲精神 种地呢 就是当然也有风险了 它是用装甲面收割 跟你对着一头猛兽 那个熊扑上来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第一要勇敢 第二呢 是要智慧 智慧 你这人的力量 没有熊和胡的力量大 不能一蛮力去上 你怎么把它抓住啊 对不对 我怎么办 我就用智慧 用什么呢 围猎 围猎 合作 合作 所以那个八级组织的特点 它就是围猎的组织 来形成八级 你看这 你可把旗打仗挺逗的 嗯 比如打锦州城啊 打这个宁远城啊 它就八个旗 八成一围 嗯 两方旗在北 就像有围也算一样的围猎 是吧 这个两白旗在西 两红旗在南 就东南西 正乡正好把个脚围起来 围起来你就水线不通了 然后再树上一个云梯 叫捅梯 用牛皮蒙着 对不对 扔石头也不怕 凿石 如果凿上坑子冲进去 就成就破了 在明朝后期袁中官他们就用着红衣大炮 对 三四里地以外 通一炮 死一片 所以他就不敢往上冲了 嗯 后面的军官拿了拿那个 刀指挥啊 往上冲啊 他也不冲 他都不冲你就被折了 就没办法就撤退了 嗯 所以这个 这不同的民族 是决定不同民族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嗯 但其实刚才像您也提到了 就是因为 他一直是盛世 然后呢 后代的教育好像又没有那么严格 也没有那么重视 所以导致呢 在清到了晚期 他的帝王的这种决策能力 他的勇敢的程度在下降 也是不是这些会造成后来我们的落后 他这个皇帝 后来这个选这个接班人 不是选优 不是选优 不选优 也不选略 最坏的也不选 嗯 选平庸的 嗯 你给我把这家业守住就好 哎 守家的人 不图发展 要稳 哎 你看 康熙最后就是有争议了 那我们清了是吧 咱们就不说了 那么雍正选乾隆 嗯 其中一个原因 哎 就是乾隆能给他守住 嗯 那么乾隆该选这谁的时候 选嘉庆的时候 就是选来选去 哎 因为嘉庆呢 就比较老实 比较听话 能守住他的祖业 就创业和守业要求的素质不一样 不一样 创业说 谁最优秀勇敢 我用谁 对吧 守业是谁最老实我用谁 对老实用谁 嗯 听话呀 听话 这块听着有点危险啊 东方小孙不知道在不在 你说这个 这谁 这是这个嘉庆 嘉庆用导光 也是这道理 嗯 导光啊 你说你皇帝 你至于吗 你衣服还可以弄个补丁啊 你没必要嘛 你何必去买个火 是先玩什么柜 还到东方门外 去买个火 是这么烧柄吃呢 是为了省钱 太监买贵 中间变的 嗯 是不是啊 嗯 你大事不着 那 那么 导光决定 咸丰就更离奇了 嗯 他本来 宫庆王一星更优秀 对 一星 身体也好 智慧也好 勇敢也好 而且当时 弄变法呢 那你为什么 选这个 选这个咸丰呢 咸丰啊 他要考考这几个孩子 就到南园去打猎 嗯 打猎呢 这个一星呢 就起码 这么打猎 那么 咸丰呢 他这老师就告诉了 说你别打猎 你就一 一见不法 你把那为什么不难 你说这春天呢 这个母鹿 母鹿啊 什么这个兽啊 都怀孕的 我为了爱些生命 我有慈爱这精神 人爱 其实是他的老师教他的 教他的 对 让他看见动物不要杀 一种次 所以他一见不发 所以短光诚怎么 说我这讲仁爱啊 短光诚好啊 这是和儒家仁爱 就让他 他对我呢 对 害怕选的强力 选人的标准弄错了 害怕引起 可比如说 手足相残 那此起就更荒唐了 那么 那你选个六岁 那行 反正是他就一个儿子 那是他要自己掌权 他要自己掌权 那么四岁呢 你选光绪 没道理了 四岁你怎么当皇帝啊 他控制权 他选几日辅佐 你这还没完 你还得到了这个宣同 宣同更离奇 是在爱新杰罗家族 同志光绪宣同就完了 和叶和纳拉家族 两个血缘交叉点是选 他这血缘很有意思 先定谁 完了再定条件 明白 就是可能到后面 他的出神血脉 性格更重要 我再问你一个敏感问题 就是如果说清朝 是汉人建立的 深中山还会去推翻他吗 他是这样的 那么西汉是汉人推翻 西汉 东汉 那么曹操 什么刘本 也都是汉人 东山国 就他是一个历史根据的 对 那隋朝呢 之后 唐之后 那个赵匡印呢 他也是汉族 那么李元 李世民 应该说还算汉族吧 朱元璋也汉族 所以他就不考虑 那个因素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 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的问题 是 是吧 当你变成了阻挡 这个国家的发展 并且呢 就是老百姓 变得越来越苦的时候 那么这个朝代的更换和历史 就是一个必然 只要天下苦息久矣 历史就会更替 所以这个 你想当时的美国好 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他就是他这些 当权的宰相什么的 他就在竞争里头选出来 所以我们当时的选人的时候 封建王朝选人的时候 就考虑这么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 所以格局小了 对 还不是格局问题 就是宗室的利益 还谈不到家族 对 就是应该是国家 但是如果是敌章继承 就成了家国了 先家在国顺序就反 家族还窄 宗室的 就是他那个 一批说这个 周延长好几个儿子呢 他是永乐我这个系统的 那别的也是他家族 我一个学统啊 但是这个问题 好像看着是无解的 您刚提到比如说唐 其实一开始 李唐呢 他也属于官农贵族 然后呢 在唐的过程中 比如说武则天 他就大肆的 就开始组织科举了 他选了一些 平民老百姓的孩子 作为自己的政治力量 他好像是对这种 官农贵族势力的一次打击 那在明和清 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明和清 他是不那么明显 武则天当时 用他是个女人 他要执政 那么原来的贵族 他不支持 他就启用一些贵族 以外的一些 牺牲力量来支持他 所以他就往外扇 对 但是我在看您的书里 里头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一开始满人 他以小至大 然后呢 以小 然后攻打 以小至大 以小胜打 所以他又把权力 掌握在八旗子弟里头 但是后期呢 比如说八旗子弟 又都荒淫无度 知和玩乐 然后呢 这时候 比如说他还是把权力 捞到属的这些人 然后大部分汉人 无法晋升 真正的有才感的人 没有被为以重任 所以导致他后来衰落 所以我说 清朝 兴也八旗 王 也八旗 他的确打天下 靠八旗 那么你打天下 打下天下以后 他们有功啊 我就要给他 名誉 地位 金钱 居住 各半条 提供优越条件 但躺在功能部上 朝鑫就退好了 那他也不功 不农 不伤 挣天就吃个好玩乐 一般的人呢 一代都不行了 不要说是时代 那都烂了 都烂了 据说到最后 八旗子弟 看见马都害怕 让他起码都 腿都发抖 有吗 后来马 这个八旗 他是这样 他有一部分 八旗住房 在反抗外国侵略的时候 你像东南的 宁婆 乍婆 那一代 反抗外国侵略 有的整个一个连权牺牲 也还有英勇的 这是战士 那在北京养尊处游那批 群子又红阔 这还是环境 还是环境 他一代不明显 如果连了多数代呢 这件事情 他就有问题 成了问题了 所以其实镜头前 可能有的孩子 有时候就会觉得 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 比如说经济条件好了 想要给自己孩子提供 更好的生活条件 孩子既淋不着雨 也吹不着风 受不了苦 但其实如果我们以历史 作为一个大的参考来看的话 其实这样 教育孩子的方式 或者养育孩子的方式 实际是错误的 他就是 你想我们 在北京上学 在检方前呢 这两类 一类公立中学 一类私立中学 那么公立中学呢 当时很少 一二三四五六啊 等等 几所 难考 有奖学金 所以穷孩子 好多是考入 市立中学 那么家里很有钱的 养包车给拉 送去 下课接回去 还有汽车给送到门口 拉回去的 那这些学生呢 他就在私立学上 条件优越 反正都有文凭 寒门贵子 所以呢 就是贫困的 这里面出人才 磨难当中 出人才 是不是 你有这体会没有 这小孩 条件太好了 第一代还行 家长用 还有经验 那么第二代 第三代 一放松了 就可能就 可能就是 酒精扫过 一代不一代 那你 这为什么 付不过三代啊 是不是 官呢 一般的也 过不了三代 第一代 行 你可以去考上来 第二代嘛 你还亲的读着 第三代就根本就不行了 你灌得厉害了 那严老师 你小时候吃过苦吗 应该说吃过苦 因为我在农村 农村们 我亲自 自己都参加劳动 还经过抗日战争 是吧 抗日战争 我呀 就是出生 时候 九一八就发生了 接着呢 七七路股桥事变就发生 路股桥事变之后呢 日本就占了北京了 那么我的父亲在北京呢 有一个小的生意 在日本的打压之下呢 就倒闭了 嗯 倒闭了 其实家里的生活就不行了 那么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呢 就北京来封信 现在家做什么小学毕业了 也没别的事 说那到北京来吧 所以我就到了北京来了 来了之后 干什么呢 我父亲说你学徒吧 还可以带口 带出一张嘴去啊 嗯 我说我想上学 我父亲 你想上学 再考虑考虑吧 我当时在北京的兄弟一共四个 加我父亲 男性等五个 我父亲让我做工 一个哥哥主张做工 两个哥哥主张上学 我要上学 就三比二 嗯 我父亲还想看病 那你就上学吧 上学说 那我不能管饭 你自己想办法 或者说可以领助学金 这个检方以后啊 有人民助学金 嗯 学校表 学生表演好了 就可以打人民金 我说这儿嘛 我神经助学金 能有的话 我就上 不有 我再退学 再做工去 嗯 农村来的孩子 比较老实 也比较朴实 嗯 也知道用工 是吧 哎 这个功课考虑还不错 还不错 人缘也比较好 这么讨论的时候就就通过 后来就都很顺利 我现在一直靠着 人民助学金上学 嗯 嗯 在这之前呢 因为我们老家呢 这是检方区 嗯 校长啊 教育局长啊 都是这个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 那么县城呢 是日本鬼子站的 隔些日出的扫荡 抢点东西什么 显向威风 那么我们这个校长说 要拍个话剧 抗日的话剧 嗯 当时有个剧本 老实编的 叫锁桌的商子 箱子 箱子加锁 嗯 加锁这个戏剧是三个人 一个农村妇女 一个他的小孩 嗯 一个八路军的伤兵 嗯 就这么三个人 那么一上台之后嘛 这个妇女呢 就是一个别人严的 我呢 就当这家小孩 当时我小学二年级 嗯 小学二年级 那么这个时候呢 突然一个日本鬼子呢 就冲进来 拿瓷刀拼着 嗯 就说问你 你这八路的 跑到你这藏着没有 嗯 那这这妇女就说 没有 问我小孩拿瓷刀一笔 有没有 因为我当时 演着妈妈说没有 我说没有 没看见 就是要要交点 不行 我就要 就这么痛 演着妇女的人很镇静 我说没有啊 哎 一看地下有血 这血哪来的 这农村妇女很机智 说刚才杀了一只老母鸡 嗯 那这地的血 蹦跚跚跚的血 这就瞒过去了 嗯 这时候呢 这妇女还很机智啊 就从抽出来的大树 这鸡蛋呢 什么呢 就给它装在那兜里头 嗯 他一看也没抓着嘛 也必须 也不是必须抓着 他就那鸡蛋 他们就走了 走了 这把箱子打开呢 这伤病就出来了 出来这农村妇 就给它爆炸一下了 它就归队了 嗯 就这么一个 救一个巴勒军 伤病的事 我呢 就演了那个小孩 嗯 这个事情到现在 我这个意想都很深 这应该是42年 嗯 但是你们演这个的时候 其实离那个 日本人那个 占领的城市很近 对不对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个日本鬼子啊 所有我们老乡都 咬牙切齿 嗯 我经过扫弹啊 扫弹到村里头以后 有一个人就害怕呀 跑 那么他守日本华山 战争都听不懂 嗯 啪一枪就 就 就 就打死了 就跑在这个路边上 路竹链 我小伯爷看着 那些血之流 就打死了 还有 我一个姨家 结婚典礼 那么那个日本飞机轰炸 就在这轰炸着吧 我那姨子婆婆也炸死了 你算他又是新娘结婚 你怎么鬼子也进了早当 哎呀 那我这一塌糊涂 哎 所以我哥哥去了 去参加了 或者因为我小 结果又找 也不回来 找不着了 假的急了 是不是 炸弹给炸死了 那对日本鬼子啊 是咬牙切齿 嗯 所以我就 听力那一代听力 所以到他们援朝的时候 就就要控诉 日本法西斯的罪行 那我一发言 我说我有亲身体会 见过日本鬼子 那很厉害 后来我造烟台去 我说我那时候 到12年 我造过一次烟台 那个各个大门里头 都是那个日本的 都亮晃晃的四刀把 非常凶狠的 哎呀 这恐怖 日本从这儿很恐怖 我特别好奇 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后来选择做历史 是因为受哪个人 对您的影响 还是说您生活中 哪个事情的影响 我这事也是阴差阳错 阴差阳错 嗯 我们那时候呢 高中毕业的时候 赶上这个 这个经济建设 第五年纪 都希望学这个 功课 对 我当时我也想学这个 水利 那时候受苏联的影响 嗯 但是我上学的时候 那个历史老师啊 是北市大力实习毕业的 嗯 甘肃人 甘肃天使人 嗯 他没有家 他有穷学生嘛 毕业以后就分辨在学校教授 讲得好 人也好 嗯 那么上课呢 他就提问 提问呢 我这什么农村小孩来的 我就认真听 听了他讲 我就记住了 有一次呢 观摩教学 嗯 观摩教学呢 就是 当然要提问题了 不许告诉谁 我要提你 你要准备 你就不许 这样呢 这种外校老师 北校老师都在听课 他在讲他的历史课 讲的一定程度 他在提问 提这个问题问我 我呢 就还是挺认真听的 我就复述了 嗯 复述一遍呢 比较完整 老师也比较满意 听课老师也比较高兴 哎 这样呢 我就养成习惯了 那不知道什么 提问题问你啊 你没听到 你就不会啊 所以我上课就很认真听讲 别的课也是这样 农村来的小孩们 很认真听讲 功课们在班上 都比较好 嗯 后来呢 就是学什么呢 我说我学什么呢 我说我学文学 那时候这些兴趣改变了 别人说你不要学文学 你学历史 学了历史 文学知识也知道了 嗯 我说好吧 那我就学历史吧 这历史就学了四年吧 完了就 完了我说 那就是通识吧 两个通识主要是 我说我得 专门来研究一下 这时候呢 就没有人知道 我自己就喜欢你们 谢安 嗯 我就 我说我学历史 嗯 我在刘律常 买这十三经 著书 十几函书 自治统建 我就在刘律常买了 买了 我就摆在看 马上看 看了之后 我说写篇小文章吧 我就写了个论文 写篇论文 自己也不知道 写的怎么样 水平怎么样 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呢 当时就中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明晴史研究主任 杨祥奎 这位老先生 原来山中大学历史系主任 调到北京 在这个省卫 王老 他看王老 哎呦 他这篇文章写来可以啊 那么可以 不用改 就早上杂日发表吧 啊 这么就说了几句 他你先做什么 我就说 用他一看我写管先秦的历史 西安的事 他说 他就回去了 那么过了一个礼拜 他给我写了封信 这系我现在保存着 他说我建议你啊 要研究青史 他说第一呢 你身在北京研究西安的事 远 考古发觉你不能参加 人家考古报告发表了 你是第二手材料 你没有优势 北京进水都材料 北京呢 皇宫也在这 这个清代档案都在这 这个别的没有了优势 他说我建议你啊 他不说我建议你应当 研究青史 我一想呢 我就老说天河地河 人河几河四个河呢 天呢 我就赶上这个 这个新中国 特别改革开放这个天 地呢 我就选择了北京这个地 人在北京 人在北京 又在北京上学 以前那条活动 心思上都撞过 故宫也离很近 我这家呢 离故宫 当时就是一节之隔 南长江 这个长江一节一节之隔 在天南 东西我上学学校呢 在南长江 那么东西只有 一节之隔 长江南北一节之隔 就这么近 所以我就经常去看答案 礼拜天呢 什么东西去看答案 实现长日人就都少了 后来我就研究 研究人手 我们去看什么 就方便 所以有一次记者问问 延朗神区 我在南方贵州 去了有几次了 你猜吧 有三次 那在贵州 去三次故宫就不少了 我说多 有五次 我说还多 有十次 我说大概有上千次吧 故宫去了上千次 那他不可想象了 因为这看答案 那么这 你别暑假吧 这一个多月 就天天去 天天去 是吧 就这样 这么就 后来就是 那么下 做点研究吧 那么研究什么呢 这是我这个老师 白首一先生说 说你们研究历史 熊根溯源 所以在这些黄河 那抗疫派人 到河园去考察去 了解黄河 树吧 你挖着根 你整个他了解 我就说那好啊 我说那青石的根 和源就在光外啊 对 光外 我就花了二十年时间 龙脉他们的 就是书基本上都靠了 靠了大概千八百种书有了 忘了就写诺尔哈赤传 这诺尔哈赤传就这本诺尔哈赤传 下放我也写 后来包括当时有些运动的时候 那我也写 所以早八三年就印出了 当时刚改革开放 还没有出稿 我就把他这写了 写了 你一生写了有多少字了 有一两千万 我最近算了一下 算了一下 我写了文字 发表的 大小都算六百多篇 书嘛 按照不同的版本 一个书号算一个吧 那么也一百多种 最近呢 把它汇集起来 叫做炎中天文集 二十六卷 大概一千多万字吧 就是汇总起来了 我这是六十年的心血吧 一生研究 对 刚才有人说 我们是老中心三代 刚好你是三十 我是六十 以言老先生快九十了 真的是三代 中间都差了三十年 但是你看老先生 今天的这个精神 刚才好多网友都说 精神状态是三百人女最好的 想育老学 想董老师学 是我们直播间 有史以来 最自身的嘉宾了 最自身的嘉宾 你会这个 这个 严老师 找咱们多快两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 五十分钟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严老师的 或者说你给总结一下 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我总结 因为您研究 青史 在青年时期受影响 这六十年 我们知道 花六十年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如果长期去专注化 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 您书也写得非常好 然后大家的评价也很高 你跟青史 这些清朝的皇帝 清朝的大臣 就是精神上 相处的时间久了 有没有那种 写到一个人 人生的某一刻 让你觉得 把自己都 灵魂击穿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 比如说以前 像写白露园的时候 写到说田小鹅 被从到背后捅死了 然后呢 作家站在院子里哭 然后呢一中天老师 他那次来 说他写到曹操 这个宋关于棺材的时候 然后双手颤抖 大雪中嚎啕大哭 说曹操都把我杀了 那种感觉 因为你日思夜想 然后呢 提笔就在写他 有没有那么一刻 你觉得你跟灵魂 或者是诺尔哈赤 你有没有跟某一个人 在某一刻 你觉得就灵魂的共鸣了 我觉得有两个人 我挺受感动 一个是明朝的于谦 于谦 这个有一首诗叫石灰寅 对 讲了人生四种境界 第一种呢 是千锤万机出身山 就所有做出重大成就的人 没有一个不经过千锤万机的 顺顺如人 一个没有 我查过 没有 那么第二步呢 烈火焚烧弱灯弦 热灯弦 对 所有有大成就的人 都经过烈炒焚烧 灵魂撕裂 第三阶段呢 只留清白灾人间 终于一句什么 任而动实 对 最后呢 这是要留清白灾人间 于谦最后呢 是经过烈火焚烧 经过千锤万机 是吧 焚烧碎骨 对 焚烧碎骨也不是 最后要留清白灾人间 那么杭州也好 北京也好 全国各地好 对于谦呢 还是敬重 钦佩学习的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元忠患 粉身碎骨全部怕 要留清白灾人间 对 就是这首诗真的 这四句话四个境界 四个境界 粉身碎骨全部怕 要留清白灾人间 那么 元忠患当时在明朝 已经是很腐朽了 很衰落了 他这个雇佣兵啊 到时候赚了钱就跑了 那军官呢 领了钱也跑了 他到北京述职 他支线述职 就是来汇报 他成绩了 考核 他就气了马 跑了十海关 考察这个形势 他说给我兵马前辆 我一个人就能守住十海关 同事们就 都吓了一踢十海关 谁都不敢去 派他到那去 说我有病的借口都不去 他说我去 后来到他来去改担当 把这个清朝的八旗兵 一直堵在山海关湾 一直到后来 多尔滚进关的时候 没有跟山海关走 他绕开山海关进来的 所以明朝如果重用元忠患 信用不移 坚定信任 给予支持 那后军打不进来 至少打不破山海关 你就不能灭亡明朝 明朝还可以 至少若干年还能存在 那么崇祯呢 那一会信任 一会又不信任 崇祯不 世界牧场杀了三个国防部长 三个 别人是用人不移 疑人不用 他是又用又疑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之前我就写了几篇文章 元忠患呢 我专门给他写了个传 元忠患传 我也是 您特别喜欢这两个人 对对 我说诺尔哈尔 已经是了不起了 但是诺尔哈尔 克星是元忠患 那么元忠患更高明 是不是 对 就这道理 感谢您的分享 我觉得刚才这首诗 其实非常值得折磨 尤其是在最后两句话 屏幕前有很多朋友 可能也在评论区分享了 自己的感受 就是研究任何一段历史 其实都非常有价值 我把我今天网上 写的这些东西 大概给大家总结分享一下 因为我以前是个老师 所以呢 就喜欢做一些这个笔记 我刚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其实有一句话 大家可能听过 叫做 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 就是当一个民族 如果忘记历史的时候 这个民族就忘记了 自己的文化传承 也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根基 当然最后也会失去 它的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清楚地看到 刚才在老师 提到了说 当年对日本鬼子 恨之入骨的时候 评论区大家的这个反应 是一致的 我相信我们 对于历史上的爱恨情仇 和喜喜落落 永远都铭居一心 那是因为我们记得 来时走过的路 因为知道来时走过的路 所以一直清楚地 自己要走向何方 希望每个人都 能够平安幸福 然后刚才也提到了说 这个势力圆融这个词 这个词可以大家之后去研究研究 也欢迎大家发表看法 当然了我们现在以当代人所有的理念 所有的这种观点去评价古人 未免苛刻了 不合理 大家知道当年有一个人说翻译了这个 叫啥 叫魏元 他翻译那个叫啥 对海国图治 应该是魏元某记的 他有一句话叫做 执古而绳经 视为乌经 就是你拿古代的标准去要求现在人 以古代为标指 来要求现代 你简直就是在糟蹋现代人 当然执经而绿古 你拿现在的标准去 要求古代人 视为乌古 所以 研究历史 如果研究成自己大脑特别简单 就以现代看古代 或者古代看现代 那你这书也是白读了 所以执古而绳经 视为乌经 执经而绿古 视为乌古 送给金德谦的很多朋友 然后研究历史 很多时候其实意味着 要屈服于混乱 因为刚才给大家讲到了 每一个朝代 他在从兴起到发展 到鼎盛 再到逐渐衰落 最后走向灭亡过程中 充满矛盾 充满缺点 充满斗争 充满动荡 所以研究历史 很多时候意味着屈服于混乱 这不是我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人的话 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这混乱中 然后保持着对于秩序和意义的一种信念 我们试图从历史中总结规律 然后所以古人才会说 以始为境 可以执行替 对吧 以人为境 包括以同为境 那这是刚才一开始在聊到历史的时候 我的一些感受 但是后面我们又聊到了说 为什么一开始创业的人都比较勇敢 然后到后面越来越首页的人 就显得缺乏性格特点呢 在英语中有这样的四句话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 叫做 Hard times create strong men 说 艰难时刻 就会塑造出一些心智比较坚定的人 就是时局越困难 人越强大 然后strong men create good times 这些强大的人就会创造出盛事 good times create weak men 盛事就会让人变得脆弱 weak men create hard times 然后脆弱的人会进一步塑造动荡的局势 所以好像这会成为历史一个 亘古不变的形体 其实就是环境越苦人越强 环境越好人越弱 就是这个道理 说的非常清楚 所以为什么亲自 大家刚才所说不管是乾隆 还是谁往后 就是越来感觉到越令人失望 就是因为这四个字叫做 持盈保态 总觉得自己手里满满的 我这个天朝 对吧 我大国 我什么都不缺 跪下不跪就滚 就是那种状态 对自己感到自满的时候 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个国家如此 一个组织如此 一个个人也是如此 所以保持谦虚是进步的前提 一旦你开始对自己感到满意了 你基本就到头了 一个人的短处来自他所处的时代 这句话是戈德的 我曾经给他分享过 他的美德和优点更多属于他自己 所以 动荡时期 当人人自危的时候 如果你有坚定的使命 你有巨大的勇气 那就是美德和优点属于你自己 如果在平稳时期 大家都已经玩物丧志 大家都已经开始沉沦的时候 你保持清醒 保持痛苦 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优点 所以还是回到孔子的这三个句子 叫做智者不惑 忍者不忧 然后勇者不惧 把自己和时代区分来看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这是尼采非常经典的句子 然后再接下来 我刚才写了就是说 为什么要去研究历史 然后老师写了很多明清史上的优秀的人 说优秀的人他都有共性 对吧 比如他都勤奋 比如他都勇敢 比如他都好学 比如他都专注 比如他都果断 总之优秀的人都是相似的 然后呢 不优秀的人各有各的缺点 就像大家所知道 幸福的家庭往往相似 不幸的各有各的不幸一样 所以说看史可以让我们 弃恶扬善 然后修炼成长 所以看史 其实也是在看人 也是在看己 故宫里头这四个字叫 中正和安 中则正 正则和 何则安 所以里头其实有天人合一的这种智慧 那包括还提到了说 中国的这个首都在历史的朝代上 先是东西粉 从长安到洛阳 摇摆的过程 其实主要是粮食和供应 那后来成了南北摇摆 南北摇摆 其实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 一到了这个物质溃乏之后 扫囚风造成了民族的之间战争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安定问题的 这个是繁荣问题 这个是安定问题 那为什么定督北京后来是一个正确决定 因为天资受国门 肯定会更加稳定一些 然后也提到了农耕文明 草原文明 森林文明 包括海洋文明 以及高原文明 那这里提到中原文明 其实就是儒家 他讲的是礼节 所以仁义理智信 对吧 那个时候是重要的 然后草原文明呢 是游牧民族 那大家知道 弯弓射大雕呀 蒙古人三争 然后这个欧洲 最后一次的欧洲 如果不是说在重庆 钓鱼城 蒙哥汗 坠于马下 对吧 被这个射杀而亡 那可能都打到现在埃及了 所以说蒙古人 他有个特点 就是高原 历史高原 草原上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线 就是看得远 然后呢 森林里头 因为在东北这块需要狩猎 所以八旗子弟合作 然后呢 当然他得勇敢 他得与野兽搏斗 搏斗要赢 还得拥有智慧 所以他们身上 是有自己本来的优点的 但是 刚才给大家说了 这个 所以之后又轮回回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 创业需要勇敢 但守夜需要平稳 所以我们好像每次看历史 时候发现 为什么到后面 D.Jones继承 或者是封建王朝的这种家族传承 到了后面越选 这个皇帝感觉越差 是后面真的没有好皇帝了吗 刚才袁老师给的 他的观点就是 不是没有 是不能选 可能他有时候处于 这个不能让手足相残 或者不能这个人太差 总之他就选中间的 我们有时候 对于中间的这种执念 可能也是儒家里头 对中庸的一种错误理解 但是守夜往往就选了 那个看着四平八稳的人 也因此逐渐就下坡路 就是不上则下 不前则后 肯定的 刚才也提到了 多难性帮 磨难出人才 Hard times create strong man 就这个意思 然后痛苦和动荡会让人保持清醒 保持勤奋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寒门出贵子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从小就饥饿 所以他特别想吃饱 然后从小就贫穷 所以他特别想富裕 上山的人永远比下山的人 要更加饥渴一些 要更加勤奋一些 要更加灵力一些 也因此往往更容易成功 他们曾经都年轻过 然后后面说 这个支持者不如乐志者 乐志者不如耗志者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 严老师在分享的 他为什么会后来选择研究历史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一次课堂上偶然回答出老师的问题 这个让我想到了 这个许元冲老师 他当年在西南联大 就是说这个美国废虎队的上将 陈纳德来问三明珠一怎么翻译 他站起来 of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全场那么多人 只有他一个人回答出来 片刻的出彩 对这个人形成了一生的影响 你如果问很多特别 这个后来成功的人 你问他 人生中大概率的这种影响 可能当年都来自于老师 都来自于一次课堂上 看似无心的回答出了问题 被老师表扬了 被同学赞美了 成为那一刻班里的焦点 他享受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所以支持者不如乐志者 乐志者不如耗志者 成就感 就是耗志者的一个特点 成就感带来快乐 所以最后他就选了那个 还有就是这里说 这一系列书的一个优点是什么 如果说提到了史书 那我们不得不说史记 那司马迁写史记 自古以来到现在 评价 不需要 我等晚辈去评价 但是对于他的书 是有这个 非常公允的评价 说千有良史之才 就是司马迁写的这个书 就是非常好 好的什么程度 你看 好的原因是什么 叫福其善需势力 然后呢 便而不华 就是事情说的清楚 语言准确 但是不过度华丽 就是此早上不至于过度华丽 然后置而不离 执己本质 但又不粗俗 你别把这些粗俗了 其文直 其事和 然后呢 不虚美 不隐恶 故为之实录 就是文章写的贴近事实 然后事情写的有考究 不过分美化 也不隐藏他的错误 所以这就是实录 那写史料当然 或者做历史研究的 当然这是第一原则 历史是什么样的 我们做的是还原 既不美化 也不隐恶 你可能会接受不了 你说他应该是坏人 但不好意思 他可能是个好人 你觉得他是个好人 但有可能他办了坏事 所以研究历史 必须怀着一个清醒的 第三者的这种视角去看 我们要做的是还原历史 而不是编造历史 对吗 然后知识的最高层 这个是 培根底一句话 叫知识的最高层次 是能够辨别善恶 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历史 了解那么多的帝王将相 和名臣 或者是这些武将 我们了解那么多的历史 其实最后 收到自己身上 还是能够掌握知识 知识的最高层次 就是能够辨别善恶 它是关于生活的智慧 尽信术不如无数 它是关于生活的智慧 感谢大家 老师的书 右下角还有啊 喜欢的朋友自己去派 好 谢谢雨晖的总结 那个杨老师 让你走旧了啊 谢谢 谢谢 余老师 谢谢 董老师 以后你出了新书 我们继续帮你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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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 给您送两盒 这个黑枸杞 我们最近做的一个 黑枸杞 那今天晚上 还有这个来自东北的 您提到的这个森林民族 森林文化 这个是塔河 黑龙江塔河 就是在鸡头顶那块 对 这个是蓝莓原浆 这个是蔓越莓原浆 然后呢 我们最近还有 新上的春茶 白豪银针 你拿回去尝一尝 哎呀 这么丰盛的 余老师的朋友 那我们必须 谢谢 谢谢董老师 也期待您之后 有时间来来再聊 今天晚上很高兴 这是我们另外一位 这个老师 主播 大财产 好啊 对 过来 过来 这是留多纪念的 芳芳也是教历史的 他对这个明清史 研究也非常多 拜 你的姓名里的先生 我在这边给您说一下 跟您结论 虽然您不知道 冯虚同 冯虎同 冯虎我们叫他冯虎 冯虎同啊 对对对 哦 当年正好上初衷 喜欢上历史 现场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 他也是我们做的主播 我十二岁时候买的 现在我三十岁 签个字签个名吧 谢谢你 这儿就这儿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您哪个名字 是这个是吧 对 叫我冯虚同 谢谢你 谢谢老师 你就叫他冯虎就先了 冯虚同 冯虞乡的冯 冯虚同 对 续日东生的续 谢谢老师 同时 单单三品 那个 对 谢谢阎老师 您那正说青十二弟 还有冯虎青行 拜读多年 真的拜读多年 没想到你 那么小就买了 阎老师的书 对这个书我十二岁 我妈给我买 到现在 我我以为你 三十 像你们这个年龄 一个完全不知道 阎老师的 天哪 那不是 真不是 那不是 您要研究历史 谢谢老师 今天我在办公室 一帮年轻人 说遇到今天晚上 你干什么 说我跟阎从年老师 对谈 他们就说 谁是阎从年 你要研究明清史 可能除了其他 大家所知道的那些 像万里一样那些 后面可能 小年轻 就更小的 比如说 200后的 00后 对 好 感谢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现在镜头可以切回缝缝 好 在你们这儿 坐了 坐你们俩种 俩晚上好 太乐了 谢谢您之后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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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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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